独立宣言、全文 美利坚13个联合邦一致通过的宣言 在有关人类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 其和另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 并在世界各国之间 依照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 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 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 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 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 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为了保障这些权利 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 而政府之正当权利 则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 任何形式的政府 只要破坏上述目的 人民就有权利改变或废除它 并建立新政府 新政府赖以奠基的原则 得以组织权利的方式 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的确 从慎重考虑 不应当由于轻微和短暂的原因 而改变成立多年的政府 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 任何苦难 只要尚能忍受 人类都宁愿容忍 而无意废除他们就已习惯了的政府 来恢复自身的权益 但是 当政府一贯滥用职权 强取豪夺 一成不变的追逐这一目标 足以证明它旨在 把人民置于绝对专制统治之下时 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 并为他们未来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逆来顺收的情况 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变以前政府制度的原因 当今大不列颠国王的历史 是一再损人利己和强取豪夺的历史 所有这些暴行的直接目的 就是想在这些帮建立一种绝对的暴政 为了证明所言属实 先把下列事实向公正的世界宣布 他拒绝批准对公众利益最有益 最必要的法律 他禁止他的总督们批准急需和至关重要的法律 要不就把这些法律搁置起来 暂等待他的同意 一旦这些法律被搁置起来 他就完全置之不理 他拒绝批准允许将广大地区公民中 肯治的其他法律 除非那些人民情愿放弃自己 在立法机关中的代表权 但这种权利对他们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只有暴君才畏惧这种权利 他把各地立法机构召集到既不方便 也不舒适且远离公文档案保存地的地方去开会 其唯一的目的是使他们疲于奔命 顺从他的意志 他一再解散各殖民地的议会 因为他们坚定果敢地反对他侵犯人民的各项权力 在解散各殖民地议会后 他又长时间拒绝令选新议会 但立法权是无法被取消的 因此这项权力已经回到广大人民手中 并由他们来行使 其实各邦仍然显向还生 外有侵略之患 内有动乱之忧 他竭力抑制各殖民地增加人为 为此他阻挠外国人规划法律的通过 拒绝批准其他鼓励外国人移居各邦的法律 并提高分配新土地的条件 他拒绝批准建立司法权力的法律 借以阻挠司法公正 他控制了法官的任期 薪金数额和支付 从而让法官完全从属于他个人的意志 他建立多种新的衙门 派遣蝗虫班多的官员 骚扰我们人民 并蚕食民之民告 在和平时期 未经我们立法机关的同意 他就在我们中间驻扎长北军 他使军队独立于民政权力之外 并凌驾于民政权力之上 他同一些人勾结 把我们置于一种 与我们的体制格格不入 且不为我们的法律认可的管辖之下 他还批准这些人炮制的假冒法案 来到达下属目的 在我们这里驻扎大批武装部队 用假审讯来包庇他们 使那些杀害我们各邦居民的谋杀者 逍遥法外 切断我们同世界各地的贸易 未经我们同意 便向我们强行征税 在许多案件中剥夺我们享有陪审团的权益 编造罪名把我们递接到海外去受审 在一个邻近地区 废除英国法律的自由制度 在那里建立专横政府 并扩大它的疆解 企图使之迅击成为一个样板和得心应手的工具 以便向这里的各殖民地推行同样的专制统治 取消我们的特许状 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 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政府形势 终止我们自己的立法机构 宣称他们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为我们立法 他宣布我们已不在他的保护之下 并向我们开战 从而放弃了这里的政权 他在我们的海域大肆掠夺 蹂躏我们的海岸 焚烧我们的市镇 残害我们人民的生命 此时他正在运送大批外国佣兵来完成屠杀 破坏和肆虐的勾当 这种勾当早就开始 其残酷卑劣甚至在最野蛮的时代也难出其右 他完全不配做一个文明国家的元首 他强迫在公海 被他俘虏的我们公民同胞充军 反对自己的国家 成为残杀自己朋友和亲人的创子手 或是死于自己朋友和亲人的手下 他在我们中间煽动内乱 并且竭力挑唆那些残酷无情的印第安人 来杀掠我们边疆的居民 众所周知 印第安人的作战方式是不分男女老幼 一律格杀无论 在这些压迫的每一阶段中 我们都曾用最谦卑的言辞请求救济 但我们一再地请愿求所得到的答复却是一再地伤害 这样一个君主 在其品行隔一打上了 可以看作是暴君行为的烙印时 便不配做自由人民的统治者 我们不是没有顾念我们英国的弟兄 我们一再警告过他们 他们的立法机关 企图把无理的管辖权 横加到我们的头上 我们也提醒过他们 我们移民并定居来这里的状况 我们曾经呼唤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肝义胆 我们恳切臣辞 请他们念在同文同种的份上 细绝这些必然会破坏我们彼此关系和往来的无理掠夺 对于这种来自正义和基于血缘的呼声 他们却也同样置若罔闻 迫不得已 我们不得不宣布和他们分离 我们会以对待其他民族一样的态度对待他们 战时是仇敌 平时是朋友 因此 我们集合在大陆会议下的美丽坚联合邦的代表 为我们各项正当意图 欲请全世界最崇高的正义 以各殖民地善良人民的名义 并经他们授权 我们极为庄严地宣布 这些联合一致的殖民地从此成为 而且是名正言顺的成为自由和独立的国家 他们解除效忠英国王室的一切义务 他们和大不列丁国家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 从此全部断绝 而且必须断绝 作为自由独立的国家 他们完全有权宣战 购合 结盟 通商和采取独立国家 理应采取和处理的一切行动和事宜 为了强化这篇宣言 我们怀着深信神明保佑的信念 仅以我们的生命 财富和神圣的荣誉 相互保证 共同宣示 以上是独立宣言的全文 独立宣言 是美国的最重要的文件 他主要由托马斯 杰斐逊撰写 阐述了13个殖民地在美国革命 1765至1789年 期间决定脱离英国的原因 独立宣言于1776年7月4日 有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 美国将其周年纪念日定为独立日 独立宣言在签署50多年后 才被视为一份重要文件 因为他最初被视为国会投票 赞成独立的例行手续 然而 从那时起 他已被视为西方历史上 最重要的人权文件之一 宣言主要受到启蒙运动理想 特别是约翰 洛克理想的影响 宣称人人生而平等 并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即生命权 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已成为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声明之一 并成为美国和许多其他西方民主国家 一直以来努力追求的道德标准 它在推动废除奴隶制和许多民权运动中被引用 至今仍是人权的号角 与邦联条例和美国宪法一样 独立宣言是美国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本文将简要介绍导致殖民地宣布 从英国独立的原因以及独立宣言全文 在与英国斗争的早期 大多数美国殖民者都将独立视为最后的诉求 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独立 殖民者与英国议会之间的争论归根结底 主要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身份问题 殖民者认为 作为英国国王的臣民和英国人的后裔 他们有权享有与仍在英国的人一样的宪法权利 这些权利在大宪章 1215年1679年人审保护令和1689年权利法案 等文件中都有表述 美国人对这些权利的解释 包括自行征税 待逸致政府和陪审团审判 英国人通过议会行使这些权利 议会至少在理论上代表了英国人的利益 由于殖民者在英国议会中没有代表 他们试图通过殖民地立法议会 如弗吉尼亚州的市民院 弗吉尼亚州众议院的前身 行使自己的英国人权利 然而 英国议会却有不同的看法 他同意殖民地人是英国人 应遵守同样的法律 但他认为 殖民地人与90%的英国人没有区别 他们不拥有土地 因此不能投票 但在议会中仍然被视为实质代表 在此借口下 议会决定直接向殖民地征税 并于议阴765年通过了印花税法 美国人抗议议会无权对他们征税 因为他们在议会中没有代表权 议会通过了宣誓法 因766年 作为回应 宣布议会有权在任何情况下 通过对英国所有殖民地 具有约束力的立法 MIDALCO 118 在加倍征税之后 议会通过 汤森法案 1767-68 再次向美国人征税 当这些法案在波士顿引发骚乱时 议会派遣了大批士兵去恢复和平 这只会导致诸如波士顿大屠杀 1770年3月5日之类的暴力行为和诸如波士顿查党 1773年12月16日之类的不服从行为 虽然争论的焦点是税收问题 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力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侵犯 根据1774年所谓的不可容忍法令的规定 英国宣布美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将由赴海时法庭审判 或送往英国受审 从而剥夺了他们由同侪组成的陪审团的权利 英国士兵可以在美国人拥有的建筑物内驻扎 作为对波士顿查党的惩罚 马萨诸塞州的代议制政府被终止设立军事总督 此外还有土地问题 一因763年的皇家公告和一因774年的魁北克法案 都限制了美国人向西扩张 而美国人认为他们自己有权在西部定居 尽管殖民地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内的独立政体 并且在很多年以后才开始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 但多年间由于共同的安格鲁背景 以及在上个世纪与法国的殖民战争中的军事合作 他们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不可容忍法令通过后 各殖民地宣布支持马萨诸塞州 并开始动员他们的民兵 一因775年美国革命战争爆发后 所有13个殖民地很快都加入了叛乱 并派代表参加了第二次大陆会议 这是一个战时临时政府 即使到了后期 独立也只是塞米尔 亚当斯等最激进的革命者的主张 大多数殖民者仍然相信 他们的争议只是与议会有关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 1760至1820年在位 会暗中支持他们 如果有机会就会与他们和解 事实上就在邦克山战役 1775年6月17日 之前美国叛军在报道时 宣布他们为国王陛下服务 然而事实很快打消了 人们的这种想法 已因775年8月 英王乔治三世发布叛乱公告 宣布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 并命令英国官兵 努力抵御和镇压这种叛乱 事实上 乔治三世是以武力征服殖民地的 最大倡导者之一 正是在这一刻之后 美国人开始称他为暴君 与英国和解的希望 也随之消失 到已因776年春天 独立已不再是一个激进的想法 托马斯·潘恩广为流传的小册子 常识 使独立的前景对大众更具吸引力 而大陆会议也意识到 要从欧洲各国获得军事知识 独立是必要的 已因776年3月 北卡罗兰纳州的革命会议 率先投票赞成独立 随后的两个月里 其他七个殖民地也相继投票赞成独立 6月7日 弗吉尼亚州的理查德 亨利·里·Richard Henry Lee 向国会提出了一项关于独立的动议 该动议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国会决定延迟三周 继续进一步讨论李的动议 在此期间 国会任命了一个委员会 负责在李的动议获得通过的情况下 起草独立宣言 这个五人委员会 由宾夕法尼亚州的本杰明 富兰克林 纽约州的罗伯特·利文斯顿 马萨诸塞州的约翰 亚当斯 康尼迪格州的罗杰 谢尔曼和弗吉尼亚州的 托马斯·杰斐逊组成 独立宣言 主要由33岁的杰斐逊撰写 1776年6月11日至6月28日期间 他在费城租住的房子 即现在的宣言之家 二楼撰写了宣言 杰斐逊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约翰 洛克的启蒙思想 将美国独立的责任 主要归咎于国王 指责国王一再违反 美国与英国之间的社会契约 杰斐逊声称 美国人宣布独立 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 因为国王和议会 不断剥夺他们的权利 杰斐逊的原稿 经过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修改和编辑 宣言最终于7月1日提交国会 1776年7月4日 国会通过了宣言 所有56名国会议员 都在宣言上签了名 当天不在场的国会议员 后来也在宣言上签了名